7月6日,重庆,石女士在游泳馆女浴室带着9岁女儿更衣 一名5岁男孩多次跑到女浴室 在石女士质疑男孩不能进女浴室后,却遭到了对方家长的辱骂 石女士称,在浴室里大家都是裸着身子,男孩来来回回出入 感觉对浴室的女性是一种冒犯,自己全程没回骂对方 但是对方态度仍然十分恶劣,最后无奈只能报警 但是对方坚持不道歉并一走了之 7日,星云游泳健身俱乐部表示,男孩在门口徘徊十几秒,未完全进入 浴室门口贴有提示,教练已对男孩进行教育 事后经过沟通,双方已无争执 请我被看了没关系,但是我的孩子已经发现了呀,被你提到的小脸啊,会被后面罢,不按摩托 你看,就是真的要报警 只有四岁半,还没满五岁 他没有完全进去,因为我们门口是有个鞋架的 鞋架率相当于是一个平方隔断,他就在那个鞋架的地方可能徘徊十几秒钟的时间,也没什么大事啊 浴室门口贴了很大的一个东西,禁止家长带异性的儿童去浴室,更换衣服等等 小孩我们让这个教练进行了教育,静下心来之后,我们跟他沟通了,两边的家长也都没啥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